今天我要示範的是 怎么样子把影片贴在一个物体上 所以我今天要示范怎么做一台电视 而且它里面正在播电视节目 做一台正在播电视节目的电视 而且它最后合成的影片里面 可以正在播电视节目 像这样 那怎么做呢 我先要做一台电视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给压扁 扁到比较像电视一样 那不够大的话稍微大一点 再压扁一点 现在电视都很薄 那我按一下F12 这个大小应该差不多可以做一台电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觉得颜色不太好看 所以我们在这个材质的上面 我的美术不太好 所以美术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当你美术不太好的时候 黑白是最好用的 黑和白永远都不会退流行 所以你只要用黑白组合的东西 其实就算不算超美 但是也不会太难看 那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看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我们灯光没有打好 灯光没有打好 这边我们稍微切一下角度 切一下角度 然后按Shift D 多放几盏 通常至少要三盏 因为三点打光法 这样看起来好一点点 那好一点点暂时先这样 那我在切回三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点在水平面以下 我希望这个电视在水平面以上 所以我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电视跑出去了 所以把镜头按 两个点起来按Ctrl T 用Track 2 这样它就一直对着电视 就再按F12 OK这是我们的电视 那你会觉得这个电视呢 其实现在只是一块板子而已 而且电视通常没有这么尖的角 那有啦 现在有一些电视也做了很尖的角 不过不会尖到这种程度 那所以呢 我们稍微为这个电视修饰一下 修饰的时候请注意 我们有好几种 其中这个Modifier 我们其实很少用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 好用的修饰的东西 那像Bevo 以电视而言 Bevo我觉得就很好用 那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视 这个修饰的有点太过头了 所以我觉得不够好 那我用0.03 试试看 0.03这样我觉得 那这个差不多啦 以我的标准而言 我觉得OK 用0.03 那OK的之后呢 我这个Bevo写角化 我就干脆给它Apply上去 反正我不想再做其他的修正 那接下来呢 有了这一个之后 我们可以为这个电视加上一个萤幕 那我加萤幕的方法 其实加萤幕应该有很多种方法 我为这个电视加上萤幕的方法 是我进来做编辑模式 那进来编辑模式 你会看到这里 OK这里 我选这个面模式 然后我选它 OK 那这样我就可以帮它 稍微缩进去一点 按1 好缩进去一点 那这时候你看会觉得看不出来 它到底有没有缩进去 因为两个颜色一样 很难了解 有没有缩进去 我们选材质这里 那选材质这里呢 我先为这一个材质 先做个命名 这个命名叫TV 电视的材质 那其实是指它的壳 那接下来我再加一个材质 我再加一个材质 加一个材质呢 我用new OK 那这时候呢 我叫做.lcd 那就是那个液晶荧幕 OK 好那加完这个材质之后呢 我想把这一个面指定成这个材质 所以我按assign 按assign之后 你又发现它变 这个颜色跟黑色 其实不好区分喔 所以我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我把它修改成浅蓝色好了 好啦就这个颜色吧 随便其实不是很重要 那这样子 这是我我们现在的电视 那它有一点点边框 然后有一个蓝色的荧幕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蓝色荧幕 对不对 我们希望说它里面可以播电视 但是在播电视要放影片之前呢 我希望说我们先用一张照片来调好了 因为直接用影片比较容易出状况 所以我用一张照片来调 那我先把它存起来 先把这个东西存起来 存到我们的blend model里面的movie on tv 那我这个就叫movie on tv 好那我存起来 那存完之后呢 OK这里有一个movie on tv的东西 那接下来请注意 这一段是重点 接下来我们要做材质 因为这个已经有了 那我们要设定它的材质 我设定它的材质的时候 我先new一个材质 那这个材质呢 我也给它一个名字 那这个材质叫做lcd 一样跟那边一样 那这个lcd的材质 我们这边给它一个image 那这个image呢 preview的地方 其实你可以看两边 那material这边你可以设成平面 看起来跟这边比较一致 因为我们的是平的 好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档案打开 我把档案打开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下载了一个beautiful scene的这一个image 然后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 放上去 那这时候呢 我们按F12 你会发现 哇 怎么会这样 我的电视 明明应该要放这个图片了 结果变成这个 这个 一条一条的 这不是我们要的 那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我们的mapping没设好 那mapping又怎么设好呢 这个generated代表是用这一个物件的区域坐标 所以它是对的 flat既然是平面 它也是对的 那既然都是对的 为什么贴不好呢 后来我去尝试一下 我发现 对 都对的 贴不好的原因是 这里居然要设Y 这里要设Z 这里呢 随便 其实none就可以了 好 当我设好之后 我按F12 你的电视就有那个画面 好 电视有了画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把影片放上去了 那因为现在这样子 是一张照片而已 一张照片 那我先存档 我存的这个版本 我先存一个版本好了 因为我怕待会有问题 movie on tv image image v image 这样子 先存一版 记得常常存档是好事 那接下来我要开始真的放影片 我不是在放照片 所以我把这个影片弄进来 刚刚我们不是下载了一个大峡谷的影片吗 那我把那个大峡谷影片放进来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大峡谷的影片放进来了 但是这里 但是这里 不是这里 大峡谷的影片放进来之后 OK 突然找不到 我要找哪里 好 再按一次 F12 哇 大峡谷影片放进来没有用 看一下 这个应该也要设才对 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应该也要设 好 是不是他不认识这种档案啊 是吗 是不认识吗 type image or moon 没错 他搞不好不认识MP4的档案哦 那这下就麻烦了 我们必须要转档 好 那或许他不支援 我觉得他可能不支援 因为 少理 哦 他说cannot get an image 对不对 所以真的不支援 没错 所以真的不支援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转档 好 转档 各位 我看看 这边有没有转档工具 有很多软体可以做转档 Movimaker 转档 好吧 那我就用Movimaker 好 Movimaker 好 用Movimaker 来转 开启档案 刚刚的 Brand model Movimaker 等一下 这是专案 搞错了 我是要 我是要汇入视讯才对 有没有MP4 看一下看一下 好 先到那个资料夹再收 看看有没有MP4 好 Brand model 这里 好像没有耶 啊 我支援MP4 所以Movimaker不行 好 所以呢 那我就用格式工厂好了 好 格式工厂是 我比较常用的转档工具 好 那 你就 下载一下 好 他说正在下载 OK 有了 那我把它存在 我的CCCT 下 好 那这要40 Mail 所以可能要4分钟 好 那 就先休息一下 我们4分钟后 转 下载好 我们再来